八角和香蕉的区别 很多人说不清八角和香蕉到底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它们是有一定区别的 首先从外形上看 可以先从弯曲的弧度上来看 香蕉的弯曲弧度是较大的 呈月牙状 而八角的弯曲弧度是比较小的 然后可以从果饼上看 香蕉的果饼是比较短的 而八角的果饼是比较长的 其次我们可以从颜色上看一下区别 成熟的香蕉它是带一些褐色斑点的在表皮上 而八角成的是黄灰色的一个颜色 果肉上也是有区别的 像香蕉的果肉它是一个奶白色 黄白色这样的一个颜色 而八角呢 它是属于一个乳白色 在口味上它们也是有区别的 香蕉大家都知道是很甜的 香甜的那种吃下去 而八角呢吃下去是有一点点略酸的一个味道 以上呢就是八角和香蕉的一个区别啦 好看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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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